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的朋友群在网上发了一条消息 他们在消息中表示 在新年一时就这么豪爽是合适的 正在大年初一上班的官方宣布 他的电影《无名》将在大年初一上映 他在新的一年刚开始时 就冲上了搜索次数最多的榜单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这一次王一博带来了全新的作品 今年即将到来的春节 无疑会有一场神仙大战 即将上映的作品将近11部 而且因为其中不乏质量上乘 影响力大的主演作品 营销的势头十分强劲 演员梁朝伟 演员周迅以及演员阵容中 最知名的王一博出演的《无名》 无疑是这两天宣传最多的 这个阵容实际上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毕竟有周迅和梁朝伟出演 整部作品的基调是戏剧性的 剧情比往常多了一波三折 蝶战紧张 人物情绪难料 这是一种肯定会吸引大量个人的工作 此次伯纳影业更是大手笔 直接拿下这部题材作品的春节档 并且直面张艺谋的满江红 逐渐对这部作品的完全信任 毕竟春节是一个欢乐多彩的节日 很多人喜欢在节日期间看喜剧 相比之下 悬疑剧 叠战剧不一定看得过瘾 但安排在春节档还是可以的 无法保证产品质量将达到良好标准 随着春节临近 不知名影片的宣传也如火如荼 尤其是在电影圈内相对默默无闻的王一博 更是备受关注 这个顶级班级这几年的表现 王一博出现在哪里 哪里就是视线的焦点 这包括圈外的嘻哈 也包括他所涉足的项目 都是口口相传 火爆的 这一次 电影新人王一博真的如其名 这部作品的票房表现 和大众的反响 将影响到主播未来的事业发展 这项工作产生的流量 是其最大的资产 此次电影上映在即 王一博和其他主创人员 所付出的努力 是非常有必要的 与演员梁朝伟结婚的刘嘉玲 被拍到不断更新消息 并非常努力地宣传五名 与此同时 王一博的朋友圈更直白 发了一张可爱的九宫格图片 并配文 新年一史 看一场没有名字的电影 因为字幕太直白了 与王一博的性格相得一张 王一博的一举一动 自然引来不少关注 热搜关键词 瞬间冲上热搜榜首 此外 网民的互动也很愉快 看到王一博的社交圈 他就确定有大事发生了 我们注意到他 正在推销自己的电影 点击这里观看 所以当你在新年一史看 无名史 请记住这一点 抱着吃瓜心态的人大有人在 却又没做好被这群单纯的小伙伴破灭的心理准备 之前 听很多人说王一博的性格很单纯 没想到 这次 竟然在他身上看到了这个特质 这个攻略非常酷 对王一博来说 真的很管用 废话不多 直接了当 对于这个话题 我们只想说 非常期待王一博在大荧幕上的表现 这是一次重大的挑战 也是一次评价王一博演技的机会 毕竟 同台表演的演员 都是影坛上耳熟能详的名字 对比一下 王一博的表现就能看出这一点 自然是达不到他们的标准 但如果达不到标准 就很容易拿来作秀 更有神者 还会有很多人因此而指责他们 的 另一方面 东方文化周刊刚刚发文回顾了王一博在本片中的表现 文中表示 王一博的表现非常稳定 完全不像是片中的新人 因为这个评论 我们更加相信王一博的大场面首秀 无疑是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中进行的 对他来说 这将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作品 最终 我们拭目以待 他在大荧幕上的首秀 而在新的一年一史 他将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 《流浪地球2》和王一博 梁朝伟主演的《无名》都将在年底前迎来各自的首映里 电影《无名》的上映日期定在2023年大年初一 春节档将有多部已在制作的影片亮相 竞争激烈 预计将在整个活动期间保持高位 梁朝伟、王一博、周迅和王传军等演员出演了成耳自编自导的电影《无名》 演员阵容令人印象深刻 来自电影界和赛车界的知名演员 这是一部值得期待的电影 这是一部普通的间谍电影 他讲述了在地下工作的人们为了传播情报而献出生命的令人心碎的故事 梁朝伟的演技是相当强的 在多部广为人知的经典影视剧中都有展现 此次与相对较新的王一博搭档 饰演的角色十分耐人寻味 宣传照中的人物都是一身黑衣 给人的感觉很神秘、很传统 也可能反映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 周迅的加盟也让影片的精彩程度大增 他出现在大量的电影和电视剧中 周迅、陈坤、陈伟霆等几位知名演员主演的电影《世神令》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他获得了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称号 可以说是实力不俗 2023年春节档的竞争度相当高 《流浪地球2》有无缘春节档的危险 2023年春节档将有丰富的选片可供选择 易烊千玺、张毅、陈腾等主演的满江红、吴京、刘德华等主演的《流浪地球2》等电影都计划在首映 新年的一天 除此之外 还有《熊出没》、《伴我》、《熊心深海》等作品 第一部《流浪地球》在影院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它在美国制作的科幻电影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吴京、刘德华等一众演员主演的电影《流浪地球2》在宣传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观众对此寄予厚望 《流浪地球2》进行了广泛的营销 原版电影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如此之大 以至于根据有兴趣观看的人数 它在近期将要上映的电影排行榜上排名第一 其他的电影都是后来完成的 其中一部叫《无名》由梁朝伟和王一博主演 感觉这张图也会对《流浪地球2》产生不小的影响 王一博事业起步较晚 但人气爆棚 年轻人喜欢它 粉丝不远千里来支持 这些是影响总票房收入的最重要方面 它只出现在少数几部电影中 此次演出《无名定档春节档》 人们对它在电影中的出现充满期待 我有一种感觉 这部电影上映时会有一定程度的竞争 它在电影中的出现充满期待 叫《无名他棍振辑》 为你要自知态度守协训 也写一下 这次称业 会有什么呢 在电影中 感谢